你知道你的脚和前臂一样长吗? 你知道用嘴呼吸会变丑吗? 所以今天大可带你去看看 八个关于身体的冷知识 脚和前臂 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的脚板长度和你的前臂长度差不多一样长哦 你可以用尺子量一量 你的手腕到肘部折痕的距离 并与你的鞋子或脚板对比 不敢相信吧 用嘴呼吸 用嘴呼吸会变丑 看到这个说法你是不是也吓了一大跳 但是这确实是真的 如果你长期用嘴呼吸 脸部会向下发展 脸变得窄和长 下巴也向后退缩 头前身 缺乏表情 值得注意的是 并不是口呼吸本身会引发以上问题 而是口呼吸姿势 所以平时可以有意识训练闭嘴 多练习用鼻子呼吸 血液颜色 人类血液是红色 对于其他物种来说 血液不一定全是红色的 比如蜘蛛 章鱼 鱿鱼和甲鞘动物 血液是蓝色的 水质和一些蠕虫血液是绿色的 而一些海洋蠕虫血液是紫色的 类似蝴蝶和甲虫它们的血液是黄色的 可以说血液的颜色是由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所决定的 红色血液中最主要的成分是含有血红蛋白的红细胞 血红蛋白是红色含铁的蛋白质 所以就会呈现红色 味蕾 人类平均有2000到4000个味蕾 味蕾的数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 鼻子上的嗅觉对味觉影响很大 所以当你捏住鼻子 很明显 味蕾就变得没那么敏感了 脚指甲 你有没有想过人 为什么会有脚指甲呢 这些是 已经过脚蛋白化的蛋白质 跟头发的成分一样 人类的指甲与动物的爪子皮子大不相同 不过人类的脚指甲又不能挖土 也不能抠鼻 有什么用呢 可能是为了保护脚指头吧 而手指甲则有用多了 帮助我们抓住 分离不同的物体 细菌 在我们的皮肤上 拥有着1000多种不同的细菌 皮肤相当于一个盾牌 防止细菌进入我们体内 我们的皮肤表皮不断退去死皮更新 每28天就会完成一次更新周期 人体会发光 你知道你的身体会发光吗 没错 人体实际上会发出可见光 但是这个光比我们能看到的光 微弱1000倍 所以我们无法发现 但是其他动物也许可以看到 大脑 我们一直以为 睡觉就是大脑的休息时间 实际上当你睡着后 大脑不但没有休息 甚至比你清醒时还要活跃 并且在处理不同的内容 只有在睡眠期间 脑脊液才会开始工作 并清理大脑中的废物